泰国火山排骨 材料有 我们先来处理猪椎骨 这个有两公斤 我们稍微洗一下我们再来煮 我们起一锅水冷水的时候放进来 我们放入进来之后盖锅盖 水滚我们再计时20分钟 水开始滚了 我们开始计时煮个20分钟 这些泡泡没关系我们继续煮 等一下我们来要清洗的 时间到我们把它夹出来 清洗 我们来把它清洗 其实这里的猪脊果是很多肉 它没有销的完全温度 其实还是很多肉 清洗个三次不可以了 我们这样子都清洗完 我们冷水下锅 我们放入柠檬叶 我们放入柠檬叶 香花我们给它拍一下 羊虫我们对半 还有盐 我们盖锅盖 大概 刚才水滚了 在中小火 再炖个一个半小时 我们在等煮的同时 我们先来处理蒜头 可以用机器搅的 或是用倒的也可以用 都可以 或是用剁的都可以 然后 然后 辣椒放进来 给它折一下就可以放进来 也可以全部都放那个青辣椒 因为我想说颜色好一点 我们就放一点红辣椒 我们 倒的时候 不要倒太碎 这样子就可以了 我们处理完了 叫我们来 挤柠檬汁 两公斤大概 两公斤的肉 我们大概挤个 两颗两颗半的柠檬汁 就可以了 就看自己的柠檬大小 我们挤好了 我们来切香菜 香菜切末就可以了 我们切好了 所以滚了 我们开始煮一个半小时 因为我们前面刚煮了二十分钟 所以我们再来去正式机煮的时候 它就没有那个 一些杂质出来了 那个汤非常的清澈 我们煮一个半小时了 可以把它夹出来了 可以把它夹出来了 我们要捞出来之前 我们先把酱汁调好 在水还在滚的时候 我们刚 搅拌的辣椒跟蒜头 把汤汁淋进来 它在滚的时候 我们把汤汁淋进来 过滤或没有过滤也都没有关系 我们汤汁放进来之后 我们放入柠檬汁 我们放入柠檬汁 我们放入鱼露 一路它有点咸 所以我们要放的时候 我们试着就是自己的口味 这样子才不会太咸 因为我们刚刚那个猪肉的时候 然后在煮的时候 我们有放那个盐进来 在煮的时候我们有放那个盐进来的 味道差不多可以了 我们放入香菜 我们这样子 这样子就调好了 我们关火把肉夹出来 我们关火把肉夹出来 我们摆好之后 我们把酱汁淋进来 我们淋好之后就可以吃了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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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